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金本一百一十七命第六行 从诸节第十八段看起 学佛人能见记辞者,月开道也,此时急荡扬起道心,当令心如虚空超然尘表, 必须生空发空,而后心空,佛于此迹,提起一句万德鸿鸣,一心而念。 但念阿弥陀佛,佛外无念,上于舍方如来,下于法界众僧,息息相同意。 这一段文非常重要,教导我们真正修行用功的方法。 凡是用功不得力了,一定是与此地所讲的相违背了。 如果能与这几句相应功夫必然得力。 那么修佛人能见记辞者,这一句是总戒情面所说的。 知道一切法是相对二分,也就是因缘生法。 有即非有,非有即有。 这是把四十真相看清楚的。 我们所谓的是看破。 看破就是佛门里所说的开导演。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你的见解,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与祝福菩萨与祝福菩萨与祝福菩萨相同。 是一个看法。 开道演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开悟,真正开悟。 那么这个悟是己悟。 他所悟的没有错,确确确实实是四十真相。 可是并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呢,虽然是开悟了。 换一句话说,依旧免不了生死轮回。 你还是受业力的支配。 那么要怎么办呢? 一定要放下。 底下讲的,此时皆当养起道心。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最急的一桩大思是培养道心。 一样道心就是放下。 放下之后,那个心就是道心。 没有放下,那个心叫凡夫心。 我们有的时候称之为冷回心。 只要有一丝毫没有方向。 还是有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心叫冷回心。 就不是道心了。 所以一定要像《金刚经》上所说的这个标准。 要令心如时空。 心地要清净。 一尘不染。 正如六族惠能大使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啊。 这就行了。 本来无一物就可以了。 心就清净了。 清净的标准也要清楚。 如果不清楚。 如果不清楚。 心里头啊。 一念不生。 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很容易误入无相地。 误入无色皆天。 心。 那就又错了。 所以心如虚空啊。 要有个标准在。 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必须深空放空空空空。 这就是心如虚空的标准。 深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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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诸一切法 包括佛法在内 佛法也是因缘作生 人空 法空 身空就是人空 人法居空了 空也要空 空也不能够执着 执着空一错了 人空 法空 空空 前面讲的 大三空三内 这是标准 这个时候 不但解悟了 正也悟了 确确实实超越六道 超越十八戒 这个境界不仅是超越六道 超越十八戒 超越十八戒 就是发生大死 这个时候可以生到一阵法界 一切诸佛刹土都有一阵法界 为什么要我们再念阿弥陀佛呢 这个里面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你有能力入一阵法界 正得语言教 出诸佛菩萨 出诸菩萨的地位 这个是 得大三空三妹 就是语言教出诸菩萨 别教出第菩萨 到这个地位了 假如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从这个时候起 要成就究竟圆满的佛国 你必须要修三大阿塞期间 三大阿塞期间从这里开始 不是从我们现在开始 这个中国要知道 第一个阿塞期间 修三十个位置 三行 是主 是行 是回向 第二个阿塞期间 修七个位置 从粗地到七地 第三个阿塞期间 只修三个位置 八地九地十地 三大阿塞期间修满 你正什么样的国位呢 等于博物 所以祝佛如来 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有没有生到西方净土 成就究究竟圆满的佛国 很快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讲过 弥陀佛求生净土 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我 依照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仔细观察 大概 大概 三四阶 就成功了 三四阶 三四阶 跟三大阿塞期间 这个时间不能比 阿森期间 阿森期间 一般讲叫无阳数 这个数量太大太大了 华严经上讲的 无量阿森期间 无量节 才能成就 将无量节 懂事说的 原教促作 到成就圆满的佛国 所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在西方世界 那个时间缩短 缩得太短太短 如果照这个标准 这个人已经把持他 已经万元放下 真正正得 就是粗度菩萨的地位 粗度在这个大乘法里面 是属于见到位 属于见到位 是粗菩萨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上平往生 上上平往生的人 我们在关经里面 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 一升到西方世界 就花开见佛无神 到那个地方就花开啊 这不论佛加持 这不论佛加持 论佛加持 那就不 那大家平等了 不论佛加持 凭自己的功力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无神 要是依照静宗经典来说 他的地位已经到七地以上了 你看看 从这个 他本来是个粗诸位的菩萨 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凭自己的本事 不是凭佛加持 就提升到七地了 那么换句话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等于一面之间 超过了两个二三期间 这个便宜占大了 侯宽又得 弥陀本院微神的加持 所以他在西方世界 成就圆满的佛国 越不可能 要一个一届的世界 不需要 这就是说明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 太快太快了 所以连文书复习呢 都要求往生 尽虚空便发迹 一切度佛插图里面修行成就 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 环境的树神 成佛的快速 我们在经里面 常常读到 《弥陀经》上讲点 诸上善人 上善是指代明觉菩萨 发云地的菩萨 还不能算上善 本就菩萨是上善了 西方世界 像这种地位的人 那个数量太多太多 没法子计算了 那我们要想一想 这些都已经正到等觉位了 换一句话说 三大阿僧七戒修满了 这在其他的佛插里头说 三大阿僧七戒修满了 才到等觉位了 可是西方世界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到现在 这十戒 不成这个世界了 十戒的时间 他们到那里修行 三个阿僧七戒 在十戒当中修满了 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读经 像这些地方 非常非常要紧的地方 不能够含糊笼统地念过 西方世界树身 树身在哪里 但但凭这一点 所有业切诸佛插头里面找不到 你在别的地方修行 真的要三大阿僧七戒 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十戒 这个仗我们曾经仔细地算过 不需要根性力的三戒 四戒 就超过一般菩萨修行的三个阿僧七戒 这是劝我们 一定要念佛 提起一句万德鸿鸣 南无阿弥陀佛 一心而念 但念阿弥陀佛 佛外无念 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 没有一个杂念 杂念就是妄想 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一天到晚 这一句佛号 念念相须 一句接着一句 杂念就不生了 这样用功 决定的往生 决定是高平位的往生 上欲释放如来 下欲罚戒众生 细细相通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感应道教 能与社法一切祝福 下至一切众生 那么换句话说 社法界 一阵壮业 读其了感应道教的作用 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与一切有情 其感应道教 与一切无情 也起感应道教 这就是华言上讲的 秦与无情 同缘中至 如果有一个人 他应以一种特别姓缘 会叫他开悟的 或者是听到风的声音 雨的声音 那种感应道教 菩萨就并现这一个境界 出动他的 我们现在人讲灵感 他就大窃大乌了 所以那个风 那个雨 那个阴声 那个现象 不是普通的 佛菩萨变现的 不是偶然的 我们遇到这些声音 为什么不开悟呢 那些声音里说 没有祝福菩萨 威神的加持 佛菩萨变现的 他有个威神的加持 他能触动你的感应 触动你的善根 我们佛法讲善根 世间人讲灵感 那么由此可知 祝福菩萨 现有情生 现无情生 无不自在 这个就是下雨 罚戒众生 谢谢小读 此行与佛 以己众生 无异无相 这是说明其所以 为什么能够 与祝福 与众生 说祝福 说众生 设法界 全都包括到了 这当中有菩萨 有缘觉 有声闻 有祝天 人等 通通都包括到了 地狱众生 一直到地狱众生 说有情 意思里面 包括了无情的生活环境 所以这个意思 涵盖了伐界的全体 一样都没有漏掉 他的道理呢 就是清净心 没有像 清净心 与祝福众生 与一切法性 无一 无二 不二 是一个 不是两个 所以他能够与 法界虚空 群体相依 我们今天的心 为什么不能够 感应到教育 我们心呢 跟佛菩萨的心不一样 不但跟佛菩萨的心不一样 跟一般人的心也不一样 众人生到一家了 做了父子了 儿子的心跟父亲的心不一样 两个人相爱结了婚了 先生的心跟太太的心不一样 你说糟糕不糟糕 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一样呢 每个人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 就是这么造成的 如果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妄想 那就一样了 这个道理不难懂啊 尤其精干经讲到这个地方 这一提起来我们应该明了啊 所以 妄想呢 是个个不相同的 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着 每一个人不一样啊 邪气了望心 真心是清净心 平等心 哪有不一样的 通通通通都一样 比如 水 我们佛门里面 常常用水液 表发 我们用十个盆 装十个盆的水 把这个 使它枕冻了 这个水起了波纹了 起了波浪了 这个十盆水一定是什么样子 决定不会是一样的 如果让它安静下来 波浪没有了 这十盆水 决定是一样的 就这么个道理啊 看破是理明白了 放下是 思想啊 搞清楚了 然后你的心啊 就能与虚空发界相应 与祝福菩萨相应 就得祝福忽宁 得隆天保佑啊 与一切众生相应 与一切众生相应 我们跟一切众生五十节来 这个恩恩怨怨呢 不晓得有多少啊 不晓得有多少啊 这一相应呢 这些恩怨呢 甚至一些债务啊 就从这个地方化解了 所以你要是没有这个功夫啊 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恩怨债务啊 是没完没了的 我们把这些道理 这些四十真相要搞清楚了 才讲的 人不能不闻佛法 人不能不修学佛法 你不修学佛法 真的呀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呢 没完没了 苦不堪言啊 唯一有佛法能够帮助我们 彻底解决问题 这是说明真心的 跟祝福众生是无异无相 多读大臣无量受精 金刚薄弱 以熏悉长养之 道眼一开道心坚固 是为剥落尽土 同修之法 剥落里头有尽土 尽土里面呢 有剥落 那要多读无量受精 多读金刚薄弱 不但要读 要明了经里面所讲的意思 如果只是读不明了意思 没有用 怎么没用呢 禁界转不过来 也就是说 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不能看破 不能放下 那就没有用 今年的再多 都没有用 一定要明其滅毅力 在日常生活当中 真点其作用 了解四世真相 这就是开悟 这就是看破 于一切四法上 不再计较了 不再执着了 这就是放下 这就是功夫 这样才有受用 这样才有受用 那么一 看破放下 长时间的训细 看破 帮助你放下 放下了 又帮助你看破 那么你的道也 也就是你的开悟 越悟越深 越悟越广 一直到彻底的 越悟越深 道心越来越坚固 道心是什么 道心是放下了 越放下 越究竟 越彻底 彻底的放下 那就成佛了 这就是说明 看破帮助你放下 放下帮助你看破 这两种方法 相辅相成 互相帮助 这样念佛 求生进度 决定是上上平 决定是生死自在 到自在的时候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一丝好的障碍都没有 这个功夫真得力的话 确实是如此 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到 我们不能像 原初诸菩萨那样彻底的做到 我们可以做到相似的境界 一定要叫这个功夫寂静 往这个目标上寂静 往这个目标上寂静 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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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土 我们可以说 理一心 四一心 确实 我们这一生 未必能办得到 如果说是功夫成平 那可以说 那可以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办法 真真生死自在 随意往生 功夫不高啊 就是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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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 什么叫高端 对于这个世语 不再贪念 真正能放下 这个世间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包括这个身体 不再重视它 不再留念它了 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去往生 功夫成片 就做到了 不必要一心不乱 这个法门的殊胜 就在此地 所以古德甲 万修万人修 根性不齐 当然也有上根的 必定也有下下根器的人 万修万人修 下下根器也往生啊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修净土不能没有智慧 这个般若净土同修 就是修净土不能没有智慧啊 什么叫真智慧呢 看破方向是智慧啊 这个不是世间的聪明智慧啊 不是这样 看破方向是真实智慧啊 此法 与一阵法界相应 与世相相相应 与空有不住 性相云荣相应 与心境途径境之意更是相应 与世相相应 修绝对殊胜之音 正绝对殊胜之果 此法是什么法呢 就是看破方向老实念佛 就是这个法 看破方向老实念佛 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 般若净土同修 我们说般若净土同修 你还不晓得怎么个形法呢 那么我用坏一句话来讲呢 你就明白了 看破方向是薄弱 老实念佛是净土 这个好懂吗 这就是薄弱净土同修 实实实在在讲 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主题 佛在这里教训我们 硬无所住 硬无所住 二生其心 看破方向是硬无所住 老实念佛是二生其心 就把这两句圆圆满满的都做到了 这与一针法界相应 前面说过 所以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 解物 解物换一句话说 也相当明了啊 很清楚啊 一点都不含糊啊 你所了解的 你所认识的 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 诸佛菩萨轻振 你没有轻振 你没有道过就是 差的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几方面 跟叶振发界相应 如果老师念 真的万元方向 真正肯老师念 那就是往正的功夫上走 我们常讲做实证的功夫 老师念是做实证的功夫 这个放下很难 为什么放不下 放不下的原因 是你没有看破 什么叫看破呢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没有彻底明了 这个真相是什么呢 大臣经论里面 讲得太多太多了 金刚经常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望 一切也为法如梦幻泡眼 佛教给我们 佛教给我们 要常坐如是观 这个观的时候 要用最清闲的话来说 你要常常这样去想 想什么 所有一切法都是空的 都是假的 你想想昨天 昨天过去 永远不会再来了 所以今天 今天又过去了 真地是一场梦啊 人生一生几十年 好快就过去了 小孩懵懵懂懂不知事 过年很热闹啊 想到过年 要等好久好久啊 过年才来 年最大的辛辛苦苦工作 希望日子过得慢一点 这一年一年 好快的就过去了 人生真的是一场梦 我也常常教一些同修 我叫他作惯 怎么惯法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 当一觉睡醒 睡觉的时候 跟睡醒的时候 仔细去想想 睡着了 跟死有什么两样的 你想想看 你睡着了 这世间哪一样东西是你的 一个人 你睡熟的时候 人家把你身体抬跑掉 你都不晓得 哪一样是你的 真的 你身体都不是自己的 哪一样东西是你的 你什么东西能保得住 什么东西能藏得住 都是假的 都是冤枉操了心 我们常想错用了心 我们常想错用了心 这夜觉睡醒了 想想睡觉的时候做的梦 想想那个梦中的境界 再想想我们现前这个境界 跟那个梦中有什么两样的 能够常常这样想 天天这样想 对于这个世界呢 万事万发的 自自然然 你就看清了 你就不会再那么样的执着了 不会有争执了 而后就可以随云度日 老实面法 向佛要紧 佛给我们说明 十法界的真相 六道 十法界从哪里来的 从心相生 你心里是没有妄想了 没有妄想所现的境界 是一真法界 不是十法界 因为有妄想 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 妄想在作祟 变成这么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 佛给我们讲是梦 不是真点 存在的时间 非常短暂 佛说很短 我们反复不能体会 所以佛举了两个比喻 如地 如路 这个我们一般人能感觉到 露水 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 闪电的时间更短 比露水短得多了 它存在的时间 非常非常短暂 真地是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何必要大妄想 何必要在这个里面 真明足利 你能够真得到吗 明力你能够得到吗 如果你真地能够得到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都拜你的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两个人 怎样得不到 你有办法得到 你比他高明 这几天 这个报纸上 你们看到 有很多贪污的 非乏了 得到了许许多多钱财的 这都犯了乏了 有人来问我 他们这些钱 得到的这些钱 将来在因果上讲 怎么个说法 真正明白因果的人 小的 一银一珠 莫非钱定 他做小偷 偷来的钱 是他命里有的 命里都没有 你去偷 看你能不能偷得到 你偷不到 为什么偷不到 命里没有 偷来的钱 抢来的钱 用任何非法手段 得来的钱 全是命里头有的 你说冤枉不冤枉 命里头没有 你用尽任何方法 一分钱也得不到 命里有的 他用这些非法 不正当的手段得来 这是象御营 他如果不用这个手段 他这个钱财 大概过个十年 二十年之后 他发了 他统统得到了 几千万 几亿万 他会发了 他现在用不正当的手段 来想得到 是把那个 一二十年以后的那个财 现在就发了 现在一发发光了 后头没有了 所以麻烦就来了 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佛法里面常讲 路经人亡 路是什么 你一生当中的享受 如果说 你命里头有一百年的享受 这个受用 你自己不知道记性 把它浪费掉了 可能你五十年就用光了 用光了 你寿命还有 你有一百岁的寿命 但是你的生活没有了 那么换句话 你五十岁也要死 那个死 那个死不是命的 不是命不定的 是路经人亡 是你把你的佛报糟蹋掉 这才是四十点真相 所以明了四十点真相 决定不作非分之相 决定不取非议之财 这不是命里有的 你得不到的 既然命里有的 何必用非法的手段来取得 那个就是大错 他错了 有福 为什么不晓得慢慢地想 何必一天把它想完了 那叫愚痴 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 决定是善法 决定是与法相应之法 与摄像相相应 其实摄像就是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就是摄像 从两个角度来看 说两个不同的名词而已 摄像是真相 与空有不住相应 空有不住就是与不若相应 空有两边都不住 想像是与肉啊 信像是与不住相应 对他的 wähler 对我画信像算的 性是与不住相应 但 Ariststone 你 votre understand 它说是与不住相应 这种不住地的心 而且是与不住相应 那种相应 性相圓融,相印就是包,就是圓融的意思。 怎样相印,怎样圓融? 两边不住就圓融,两边不住就相印。 为什么呢? 性是空极的,我们不住有,不住有与性相印。 像是性变形的,是不会断裂的,它会变化,它不会断裂。 像是有啊。 虽有,有即是空,我们也不执着这个有与体相印。 不知者空,与相相印。 空有两边都不住,与性相圓融,通通相印。 与第一空相印。 这个名词,着重在第一。第一是真的,二就是假了。 一,一真发起。 第一空是什么呢? 第一空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里头,一面不生。 清净心里头,是第一空。 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了,干干净净,一成不然。 其一个念头,那就是第二意了。 对吧? 一动念头,就落二三。 一,一是什么呢?一是无明。 二三呢? 无明不觉,生三系。 境界为远,掌流出。 这就是把一真法界变成是法界。 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了。 与心境途境之意,更是相印。 这正是起念所说的。 用薄弱的关照。 这叫制念。 一心趁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那叫净念。 净念比制念还要轻轻。 我们前面讲过的。 我们前面讲过的。 真真修学大成人,充满了智慧。 他是致念的。 念佛人,好像这个智没有他们那样的明显。 但是他心清净。 诸位要想得,净里面有智。 智里面未必有净土。 他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净土。 净里就绝对有智。 。 回顾,净念相及,那个净念就是这。 没有怀疑,没有夹杂,那怎么不是这。 不怀疑,破无名,破所知障。 不夹杂,破烦恼障。 这一句佛号,能破二障吗? 要真真做到,不怀疑,不夹杂。 不间断,功夫迷迷。 由此可知,这一句阿弥陀佛,破二障,破不明。 心境处境,这个意思更是相应了。 这是修绝对殊胜之音。 绝对就是我们经常讲绝对的。 它不是相对的。 没有东西能够跟它相比的。 绝对的殊胜之音。 万一句话说。 所有一切英雄,没有念佛殊胜。 念佛是第一殊胜。 知道的人确实不多。 下廉居居士在记字里头所讲的。 亿万人中一二支。 他那个话讲得非常的感慨。 这样殊胜的法门。 亿万人当中一两个知道。 也许你听了觉得奇怪。 不禁然吧。 那我们这边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家知道。 是好像知道。 其实呢,不知道。 为什么呢? 知道一定做到。 你没有做到。 证明你没有知道。 譬如说,我们这边呢。 这边一堆是黄金。 这边一堆是黄铜。 现在让你。 你随便拿一堆。 不可以拿两个。 你只拿一份去。 你如果知道那是黄金。 你一定拿它吧。 你不会去拿黄铜吧。 你知道那是黄金。 我还拿黄铜。 哪有这种道理呢?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 佛法了。 我跟诸位谈过。 佛法确确实实, 只能行一言。 你看念佛法僧。 《彌桃经》上讲的。 需要念,念多久功夫? 一天。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到若七日, 就成功了。 修行。 醒一天就行了。 可是, 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 及圣年都搞不清楚。 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没有教大家修行。 为什么? 行太容易了, 又不做教啊。 只能。 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了。 道理讲清楚啊。 方法进阶讲清楚啊。 你真得明了了, 你真得去干, 太容易了。 特别是净土法文。 所以净土法文。 你法相中的祖师, 窥姬大师, 诸杰的阿弥陀经, 他都承认这个法文呢, 是顿法。 怎么说它是顿法呢? 它七天成功。 一天到七天就成功。 还有什么法门, 比这个更快? 这一天, 看不到了。 任何一个法文, 七天成就。 每天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 唯独这个法文。 确确实实齐天能成就儿 要是真正说到他的究竟殊胜之初 那个《梅桃第十八月》 临命宗时一念深念就往上看 那真的叫无比殊胜 所以这个两句太好了 所修的是绝对殊胜之音 所振的是绝对殊胜之果 往生西方极乐世纪 就云阵三不退 云阵三不退这个话 是偶叶大师在《弥陀经药节》里面所说的 云阵三不退的菩萨 发生大师都等着 没有圆满 什么样的菩萨才能叫圆满正三不退呢 如果云阵可以的说呢 等救菩萨 等救菩萨才云阵正三不退 要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 最低也是七地八地 经上讲的 二位悦志菩萨 弥陀经上讲的 二辟八志 七地八地 这最低的了 由此可知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生罪 即使是一生当中造作许许多多的罪意 灵命中时 遇到善知时 劝他念佛 一念十念往生地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观景上讲 下平下身 可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蒙阿弥陀佛本愿一加持 他也是圆正三不退 一下就把他的地位 提升到七地八地 这是绝对殊胜之果 所有一切经教 所有一切法门里面 没有的 唯独净土三行 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 有幸遇到这个法门 实在是难得 这也不是偶然 凡思都有因果 佛在经里面 要不为我们说出 我们实在是茫然 不晓得 这是怎么回事去 事实不清楚 就免不了有疑惑 所以有许多念佛人 念了几年佛了 听说那里参禅呢 好 他就去参禅去了 听说有个什么仁波前来灌顶呢 他又把阿弥陀佛丢掉了 去灌顶去了 他为什么会去干这些事情呢 他有疑惑 为什么有疑惑呢 没有搞清楚 不知道静宗法门 第一说是什么 他如果真的搞清楚了 真的搞明白了 不要说一个人 波前来灌顶啊 一万个人波前来灌顶 我也不去啊 我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我每天呢 阿弥陀佛 受访一切诸佛如来 给我灌顶 比他们强多了 他们算得了什么 他们没成佛啊 你灌顶的意思都不懂 拿一点水 头上滴脸滴 这就灌顶了 灌顶还要收费的了 在美国 这个传授三规无界灌顶都收费的 都定的有价钱的 我在迈阿弥陀佛 奖金的时候 同学们来问我的法师 你这个皈依业价码是多少 当然了 价钱越高就越值钱了 这个不如法 我说我这个地方没有价钱 没有价钱最不值钱的了 这大家也就不来了 迷惑颠倒啊 黄念作举死 这他也是密宗的传人 他也是金刚上司的身份 你看他在《无量寿经》 诸节里头说明了 什么叫观顶 观是慈悲加持的意思 顶是最高的法门 一切法门当中的地高 这顶法门 大慈大悲 把地下法门传授给你 那叫做观顶 观顶是这个意思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每一天把《无量寿经》念一遍 既不是阿弥陀佛 一切祝福 来给你观了一次顶吗 这真的一点都不加了 你每一天把《无量寿经》念一遍 也是释放一切三十如来 给你观一次顶啊 念两遍观两次顶啊 念三遍观三次顶啊 一切祝福如来 亲自给你观顶啊 你不要不相信 找一个人不切观顶 把祝福如来都不要了 丢掉了 你说的是什么佛呢 你不是愚人 谁是愚人啊 反而是这些 理没搞清楚 四十真相没搞清楚 不懂得什么叫观顶 也不懂得什么叫皈依 我今天下午到此地来 有一位同修抱一个小朋友 我看大概才几个月 问我可不可以受皈依 你们想想 他那么的是皈依 他懂得什么叫皈 他从哪里皈 他懂得什么叫依 他依什么 他现在要依靠母亲 他依靠母亲说实在话 他也不懂得什么叫依靠 可见的皈依 不是随随便便的 如果严格的来说 受三规的条件 要居足世间的善法 你看 观无量寿经上 敬业三福 第一个 效仰父母 奉仕四掌 慈心拨杀 修十三叶 这四句十二个字做到了 有资格来接受皈依 因为第二福 才授持三规 俱子中介 才可以皈依三宝 才来发愿求戒 你没有前面的基础 那个皈依是假的 有名无实 戒经上讲 受了三规之后 一定有三十六位护发神 日夜保护你 你受一条戒 有五位护戒神保护你 那么我们今天受皈依的人很多 受戒的人很多 到底有几个护发神保护你了 一天到晚 这个心里惶惶不安 哪有护发神保护啊 为什么没有护发神保护呢 因为受的是假的 不是真的 名字归一啊 不是真的啊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个佛讲的话不是假话 佛没有忘语啊 确实有护发神的手 有护戒神保护你 无论你在什么 邪恶的环境当中 你都不会遇到在那 要懂得真正真干 不能敢假的 要敢这样 过去已经归一了 不知道归一的意思 就是糊里糊涂归了一了 现在要不要重新再做仪式呢 不需要 没有仪式不要紧 今天真正懂得什么叫归一了 你这一发神 你就真归一了 所以形式没有关系 要真正明了 从哪里归 以什么 三归传授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归一佛或是觉悟 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 以觉悟 这叫归一佛 法是正知正经 从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 回过头来 以正知正经 那叫归一法了 身是清净的意思 从一切染无 我们今天讲 心里的染无 精神的染无 思想的染无 间接的染无 从种种染无回过头来 以清净心 这叫归一身 所以这一归一之后 从今之后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修持 我们的方向目标 举而正经 没有归一以前 我们的生活是迷邪染啊 从今天我们学起迷邪染了 我们要以觉正经啊 这叫归一 觉正经在哪里呢 无量寿经 经题上 就归一身 就归一身 清净平等觉 那就是三宝啊 清净生宝 平等法宝 正知正经 觉是佛宝啊 我们一无量寿经 那就得到了 这三归就圆满了 不但这是三宝啊 三归三宝啊 而且是三学 清净 见识 平等 定识 觉识 慧识 你看那个题目里头意思 多么圆满 这一部无量寿经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三学三宝 讲的是我们真正归一处 阴书生 古书生 书生到无比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欲出迷途生 净土之 必须无法双控 因无论做母相或做法相 稍有分别计较 便是注成身心 便是注成身心 因因在哪里 心不清净 也许你听了又齐了怀疑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现前好像不久 新加坡有一些地方念佛人 他的心不清净吧 为什么临终念佛 他心是清净的 他统统放下 如果那个时候的心不清净 决定不能往生 反而是这样往生的人 佛说的 这是经常讲的 善根 佛的因缘 同时具足 什么是善根 什么是佛德 什么是因缘 我们先讲佛德 他有佛 佛是什么呢 临终那个时候 他头脑清楚 有很多人临终的时候 迷惑不清 那就没佛报了 神志不清 这个就糟糕 时时多多人走的时候 迷迷糊糊走的 他不清楚 这个人临终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佛德 因缘是什么呢 遇到善知识 这个时候劝他 赶快念佛 求生西方 基督事件 什么是善根 他一听就相信 一听就通通放下 善根 你不要牵挂了 你的财产 儿女清醒 通通放下 他一听 马上就放下了 那是善根 所以他在一念之间 这三个条件 同时具足 他往上 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自己想想 能保证自己将来死的时候 头脑会清楚吗 敢不敢保证 你到那个病院里面去参观一下 几个临终的人 头脑是清楚的 一百个人当中 一个都找不到 都是迷惑颠倒走的 人死不醒的 许多病重的人 家亲眷属都不认识 我们见到很多 最喜欢的儿女 到那时候跟他说话 都不知道 问他什么人 摇头不晓得 那样的人 怎么祝念也没用处 我们只能说 尽人事而已 祝念总比不祝念好 能不能往生 难得太难太难了 那么由此可耻 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的往生进土 一定要做准备的工作 准备的工作做得越妥当越好 怎么个做法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要把誓言看淡 就要把誓言放下 专心去念佛 把念佛当作我一生当中 第一桩大事 这样才行 世间人 现在一般人 他一生当中 第一桩大事是赚钱 钱赚的再多 将来到哪里去呢 卧轨道 怎么知道是卧轨道 卧轨道贪心最重 他贪财嘛 贪心变过鬼嘛 嗔恨多地狱 欲吃变出生 这是三窝道的原因嘛 我们要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第一桩大事念佛 天天念阿弥陀佛 天天想极乐世界 这就对了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 把誓言统统放下 誓言要放下 佛言也要放下 八万四千发门 我统统放下 别人学 我赞叹 我欢喜 我赞叹 我不学 我为什么不学呢 那些发门对我来讲太难了 我不是那个根心 谁能够学 好啊 都好啊 发门平等 无有高下 我们统统赞叹 卧法 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四项 四项要离 无论做我项 或做发项 这个发项包括佛法 稍有分别计较 便是诸臣身心 佛教给我们五诸身心 我们今天的错 错在诸臣身心 臣是什么 五语六臣 我们想想自己 想一想周边这些人 再想一想这个社会里面的大众 无论发什么心 他这个发心是从哪里发的 都是从沉静上发的 都是诸臣身心啊 今天一个人 很勤奋 很努力地在工作 很认真地在工作 在拼命 他为什么会发这个心啊 不是要明就是要利 他这个心是从明力上伸点 明力沉静 诸臣身心 心有诚然 诸臣心里面就被染污了 被这个贪嗔痴慢染污了 被烦恼染污了 被无名染污了 那得清净 他心不清净 往生西方净土 条件 清净心 生清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 是净土 要清净心 才能够往生 这是把往生的条件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心不清净 佛号念的再多都不能往生 每一天 每一天拜阿弥陀佛 每一天香花水果供阿弥陀佛 每一天就巴结阿弥陀佛 没用了 心不清净 不能往生啊 所以不可以用感情对佛菩萨了 佛菩萨 你看我对你这么好啊 你都不照顾我 那还行啊 你就把意思完全错毁了 把佛菩萨当作凡夫来看待 这样说佛 不但没有功德造罪业 为什么呢 把佛菩萨看成凡夫啊 这个观念就大错特错 这个就造罪业 这个世间与人真有 我们在台湾还遇到一种事情 早年了 不晓得这法师可能都不在了 说这个话总有二三十年前 有一位法师 住在一个小庙 常常出去做佛事 有一天呢 他家里造了小偷 大概财务损失了一些 他回去啊 就对了地藏菩萨发脾气 我天天供养地 我出去做佛事赚一点钱 你怎么连家都没有看住 把地藏菩萨的像打了一顿 糟糕不糟糕了 这个笑话就传出去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把地藏菩萨打一顿 说他没有把家看好 为什么小偷了 造小偷了 完全是用凡夫感情的心 对待佛事赚 这个错了 所以我们要晓得 往生进度的条件是清净性 我们念佛一定要念到心清净 心清净受用就大 这是我们讲习当中常常说的 身清净的 这个心清净 身就清净了 身清净的就不会生病了 心清净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现在就得受用 现在就历苦得落 这是事实 不是假的 佛法真的帮助我们 历苦得落 再看末后这一段 华也明 一切一切一切 本经约 无有定法 故不可执着 我们先看这一句 《华言经》上这两句 都是佛法的纲笔 佛门里面所谓的纵持法门 这两句话的意思 很深 也很不好懂 以即一切 一切即一 这个意思 很深 很广 如果从性向上来说 以是讲的心 是讲的体 体是一个 一切是讲的现象 像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像是一个体 一个体变无量无边的发像 那么这是从性向上来解释 如果从理事上解释 都讲得通 理一个 事就太多了 无量无边的事 一个理 一个理先无量无边的事 所以用理事 所以用理事来讲 也许 在事事上来讲 也未尝不苦 都讲得通 比如 比如 华言上讲的主伴人 是一个人 所以说 这个人 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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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阿弥陀佛是主 释迦牟尼佛也是伴 因此 义不是定义 如果义是说有定义 那就错了 义不是定义 义是任义 任何一个义 诸位要想到 任何一个义都是一切 一切是任何一个义 这个意思你就能体会了 你要把它说成是独一无二了 那就错了 那你就没有解不懂如来所说义了 它是任义 任何一个作为一个刚 其他的通通是木 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四十真相 这是真理 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本经佛说 无有定乏 那个一节一切 一切记忆 就是无有定乏 我们往这个地方去体会 才晓得发化平等 清净心跟平等心 才能够生得起来 为什么 会生平等心 平等心是基于这个道理 生出来的 知道是法 法 法 平等 佛 佛 平等 不但佛 佛平等 佛与众生平等 我们佛门里面修持的 特别像这个密宗里面的标法 密宗里面修观音法的 观音是本尊 观音是地的 一切诸佛如来都摆在观音菩萨旁边 本尊地的 你才晓得 那个一是任一 不是佛是一 菩萨是第二 不是 菩萨也可以是第一了 菩萨既然能够摆在第一 那么众生能不能摆在第一 能 所以密宗的是 皈依是四皈依 还有皈依他的师父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死 这都是表 一切 结一言 一切 一切 所以才晓得 任何一法 禅宗表的味道就更浓了 更有意思了 你说说密宗这个上司是第一了 好像就了不起了 那禅宗里面那个第一叶表起来 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娱乐里头 公安里头有案 这个人见了心 这个人见了心 现在哪里呀 拿了一个干事鸟 比一比 那就低了 干事鸟是什么东西 说给你们 你们都不懂了 现在厕所里面用卫生纸了 从前没有卫生纸就拿了个小树枝 用这个 那个叫干事鸟 那个低了 低了 低了 所有一些诸佛菩萨都不太低了 一级一切 诸位从这些比喻当中就体会这个意思 所以法法平等 平等法当中 任何一法都是第一 所以它这个意义是任意 不是尊意 不是独意 要懂这个意思 因此一切法都不可以止住 那么由此可知 你供养佛不能执着佛 供养菩萨不能执着菩萨 执着就错了 我们供养佛菩萨的意义 是要从它那里面的启示 用现在的话说 用佛菩萨的形象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用意着此地 我们供养阿弥陀佛 当然 第一个提示的提醒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这个提示不错 能往生啊 这完全从四上说 要更深一层 从礼上讲 阿弥陀佛 他的意思是五量觉 阿犯作五 弥陀犯作量 佛犯作觉 五量觉 什么是觉 多了金刚经 晓得了 看破方向是觉 你读书啊 世出世间法 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 你没觉啊 念这句阿弥陀佛 一切要放下 一切要看破 就是五量觉 这个意思就是深一层 一听到吗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一样也放不下 一样也看不破 那你口里都喊着阿弥陀佛了 你实在是念念都不觉啊 那不行呢 不能往生干 口无善而已 比骂人总好嘛 比唱流行过去好嘛 你得的利益了 就这么一点点 所以要懂得 念这句阿弥陀佛了 是身心世界 一切万法 统统要看破方向了 那叫五量觉 一切成年求生净土 跟前面这里讲的 那般若净土同修 有个意思吧 所以般若这个净土里头 阿弥陀佛名号里头 哪里没有般若 没有般若 这个名号翻翻中国意思 看看有没有般若 无量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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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能止住 任何业法 我们可以用它 不能止住 事法佛法都一样 可以用 不能止住 所有一切的病 都是止住 应用 没有病了 没有病了 没有死心了 死死无碍 离死无碍 就怕止住 一执着就坏了 如不失同学六度 人如也同学六度 这是举例子 一与一这是 neat 一与一切 说个不失 不失是一家 不失就是一切吧 菩萨万恨归纳起来就是一个不失 所以不失就是菩萨所修的无量无边的法门 如果用持戒做第一行不行 行 不失也是持戒 忍辱也是持戒 菩萨所修的无量无边的法门统统是持戒 哪一法不是持戒呢 如果说忍辱行不行呢 行 随念一法都是一切法 不要固执 随念一切法都是一切法 所以说认辱与同事六度 人命为戒 人命为师 人命为定 人命薄弱 从这里就看到是法法平等 无忧高下 听起相害 于解来世言 是不失 这是举一个忍辱告诉我们 忍辱如何能够包含其他的五度 你看忍辱听起相害 人家要来害我们 我们要人 听他相害 跟这个人借来世言 这是不失波罗远 这个例子太明显了 忍辱先人 被戈利亡 各界身体 受这个灾害 他随他去 不与他计较 不但不计较 还要发个病 将来臣服第一个度他 跟他借来世言 这就是不失 不生惩恨是禅定 菩萨的心清净 一点诚惠心不深 心是定 沉定 多解修辞是精净 常修忍辱不老命 这是精净 无人过等相是薄弱 由此刻之 忍辱确确确实实 也包含了其他的五度 推之诸度 度度皆量 这就说明了 任何一法都含是一切法 事故云人一修一切修 语言是这样 语言叫根性的人 语言人一修法 实在讲 事比一般人容易 语言顿的根性 是个什么样子呢 很难观察 因为那个语言顿的样子 有一点是放荡不济 像小说里面写的 寄功和佛一样 它没有句说 它样样放得下 样样不执着 样样不计较 它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 它的心清净 心里头绝对不迷惑 不颠倒 虽然 凤荡行海 你仔细去观察 它样样如法 没有一样 是与佛法不相应的 那就是真正的 语言顿给性 如果说假接 语言顿的样子 唯非作代 那就错 那就造 无量无边的罪业 他心不清净 心不慈悲 不真诚 语言顿更新的人 心底一定是 真诚 清净 平等自卫 这个我们要细心去观察了 不能被人欺骗 现在这个试经 正如同 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的 协思说法如恒或杀 协思所表现的这个样子 都是语言顿更新的 都表示这个样子 修行 饮食 它不吃素 肉也照吃 酒也照喝 表示 表示他原顿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 真难得 真的到不分别 不执着了 那陈一丸大便 他还照吃 那就是真的 那就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如果那个拿去 他不吃的时候 他要骂人的话 那是假的 这也不是真的呀 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 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 喜欢看传记 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有这么一则公案 是一个残禅的一个师父 他教徒弟很严 严持戒律 他自己不持戒律 跟这些信徒们混在一起 以九肉都无忌的 徒弟的时候一定要吃素 师父 这个徒弟的时候不服气 师父 你一叫我 你自己不肯干 师父听了也好笑 说好 既然你们要想学我 明天我请你们去吃 到第二天呢 叫着这个徒弟 拿着笨鸡 拿着鲨头 带他们到荒野 那天就挖了个死尸 墨墨里 掘墨墨挖死尸 挖出了之后 家伙烧烧的时候 叫做徒弟吃 徒弟一个个都不敢 他在那吃的有自有味 告诉他 你有我这个本事 学我 没有我这个本事 吃戒 好好的吃戒 那个徒弟没有话说了 这个师父真有本事啊 真的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啊 那是我们一般人吃的 那吃的时候 那非生病不苦啊 那得了啊 你想说 他染尽没有了 清静动许 误会动许 他一如 染尽一如 人家真入了这个境界 这是高僧专利用 神僧专利用 你们去去查 会查得到的 这个人我记不得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像那样的人 我们学不得 我们没有这个功夫 没有这个智慧 没有这个功夫 没有入境界 他入境界 行啊 没入境界 不行啊 按部就班 老老实实地 持戒念佛 没错 决定要吃长素 决定要吃长素 要老实念佛 那个东西不能修 你不如那个功夫 你要是吃众生肉啊 麻烦很大了 跟众生借地冤成啊 跟众生借地冤成啊 所谓是 吃他半斤啊 将来要还他半斤啊 逃借还借啊 逃命债啊 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知道这个因果报应的关系 啊 啊 佛教导我们 决定是善 不是我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